大家好我是車主充電站創辦人森仙 然後我們今天找到逸凡 對那因為逸凡在月底要代表台灣參加賽車試運會 在法國的Paul Rica賽道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一些細節跟問題想請教逸凡 去跟我們搭車友去介紹 我們到看這個比賽我們要注意的點是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說逸凡你可以跟我們車友介紹一下說 這次參加的GT耐力賽跟GT Sprint 這兩種類別就是你參加它的形式是什麼 對因為其實試運會這個賽事算是比較新創辦 以往的賽事都是比較屬於車隊跟車隊之間 或是車手跟車手之間的競爭 那現在的試運會FRA出來主辦 他們就是要求國家代表隊的概念 所以國家跟國家去做對抗 那我們參加的組別是GT Cup跟GT Sprint 因為有兩個賽事 所以介紹一下兩個不同的點在哪裡 GT Cup就是兩位車手 一個Silver直接車手 一個是Bronze的業餘車手搭配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有兩位車手 那他就把賽事的內容分為兩個排位賽 兩個預賽跟一個決賽 那排位的部分跟預賽的部分 他們都會指定說要由誰去跑 或是說由誰先起跑 職業非職業交換去跑 對 然後反正我們最後的重頭戲是決賽 決賽的部分我們就是前兩個預賽的成績總和 平均下來的成績就是我們 排位的順序 排位順序 對 那GT Sprint就比較簡單一點 GT Sprint就是比較傳統的 先練習 然後一個排位 然後就一個決賽 那決賽的部分就是由我一位車手 跑完一個小時全程 OK OK 了解 GT耐力賽的整個賽事就是 他是延續從10月28號到10月29號 那GT Sprint就是 這個短程衝刺就是10月30號 一天一反一早起來 他就要自由練習 他要排位然後直接正賽 其實滿硬的 一天要搞定 對 一反這三天也是非常超 超習慣就習慣了 對 OK 那這次 奈力賽是 亦凡跟陳爸爸搭檔 陳文格我們也是台灣知名的車手 那GT Sprint就是亦凡自己上 對 OK 那再來就是 也想要請亦凡跟我們 車友就是 分享一下這次法國這個Paul Rica賽道 就是它有什麼特色 因為我們一般我們其實愛車之人 就是很難去那邊跑 那通常是F1賽事會看到 我們只知道說 周圍一堆藍藍的 那你GT Sport這些也沒有 Asetto Corsa大家也很少玩 模擬器也不常玩 對啊 那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賽道 對 其實Paul Rica的賽道 它的歷史來說 它原本是 為了去做測試而 建造的一個賽道 它並不是為了去辦比賽 或是辦一番的賽事 它純粹只是一個測試的賽道 所以你看它有很多 通道很多不同的路線可以走 所以大家觀眾在看的時候會非常非常複雜 它是之後 因為可能行程啊 合約啊等等的一些原因之下 才開始舉辦 像是GT啊 F1的賽事啊等等的 所以它的歷史還蠻特別的 很多賽道 建起來就是為了比賽 它不是 它是為了 作為一個測試賽道 然後才去做的 所以它化成那樣是為了它可以一直改Layout 可以測試 對 然後它外面那些藍色紅色啊 算是以法國國旗的配色去做 可是它的意義是說 因為 像是一般的賽道有很多的 可能草啊 以往 剛開始建立的時候 像是草啊 或是碎石啊等等 那 在清理的過程中會麻煩 可是你做一個測試賽道 你沒有辦法花那麼多的時間 讓他們在那邊清理 假設有衝出去或是什麼情況來說 所以他們就用那種摩擦力比較強的 搏油去鋪 然後去上這些漆 然後增加它的摩擦力 所以車子打滑出去的時候 不會很容易的撞到牆 或是說很容易卡在那邊 然後就掉牆 因為我看到緩衝區都非常非常大 對對對 所以會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去嘗試 可是因為它的賽道速度很快 所以它噴出去的時候 那個摩擦力跟側滑的力道也非常大 所以很容易輪胎就會受損 所以也是另外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特點 雖然說它可以 節省你拖車費用啦 可是它可能會增加你輪胎的消耗 對 那它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像 很多GT3的賽事在Polycar 我們會看到它後面直線是全開的 所以開到直線底的時候大概280左右 哇 對 然後280點個煞車 馬上就進右彎 我們進右彎的速度大概有230-240左右 然後 丟進去之後馬上全球再出彎 所以那個直線是非常長 可是我們這次的Layout有點不一樣 我們使用的是F1的Layout 所以F1在直線中間的時候有一個 走一個Secan 對對對 我們也會走那個 可是當然 雖然說那個是一個減速的辦法 可是我們到直線底的時候 其實也是230-240左右 輕輕收個油 然後就進完了 我們煞車都不點 然後就直接全油再出彎 所以其實那個速度也是非常快 那 它的 算是特色 其實它高速彎低速彎都有 就是一個 蠻厲害的車式賽道 因為它各種的彎型都有 有很長的高速彎 有很長的彎 然後你要漸漸減速 然後再借一個可能死的彎 連續彎 或是說 一些組合的彎道都有 所以其實對 車手的技術的考驗還蠻大的 就是你要可以 成功的掌握各個彎 然後在一圈內把它達成 所以你要 把一個完美的 單圈開出來是很困難的 聽起來超難 對啊 其實沒有大家看得那麼簡單 因為F1下力很大嘛 就是轉角度過後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 請你到我們下一屆的賽車上 你下一屆沒有那麼大 或是說 有一定的局限的情況之下 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 車友大家練技術 模擬器可以考量 就是多選這個賽道 聽起來是 沒錯 各種彎型都會有 我們不要只在模擬器上 一直玩力保 對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次參賽 會使用的車款是 法拉利 488 GT3 EVO 因為296的這個 GT3 是發表沒錯 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辦法租到 對不對 對就是太新了 所以也想請 亦凡跟我們介紹說 這個488 GT3 EVO 什麼特色 再來就是各個參賽國家 他們其他使用的GT3 會是什麼樣的車型 彼此有什麼差異呢 是 因為其實這次會想要 換488 GT3 EVO 4的原因 其實有一個是 我在年初在阿布達比有比賽 然後那時候用 Lamborghini的GT3 然後那個直線就是被海放 然後萬中在最近 然後直線在被海放 所以 根本就沒有機會超 然後就想說 啊那 不如我們這站就試試看 488 GT3吧 反正那個直線那麼長 搞不好以為它的優勢在 所以 這次我們就改這個方式去 去跟車隊結洽 那當然因為畢竟雖然都是MR的車 可是488 GT3是因為有渦輪增壓的關係 喔 所以它直線會強一點 當然BOP可能 對 BOP可能會最調整 它重量會大一點之類的 對可能會調一些重量啊 或是說一些 像是restrictor去限它的馬力啊 或是渦輪的boost啊 它都會去限 那 雖然說是很公平的 一個辦法 可是因為你有渦輪關係 所以你瞬間加速 可能在渦輪範圍內 你突然有那個boost 可能會比一般自然經濟的來的 有優勢一些 不過當然這時候我們實際去試才知道 因為 其實賽事主辦不一樣 或是說他們使用的 算是BOP測試的單位不一樣 BOP辦好會調整 對 他們可能會有不一樣的BOP 所以 我覺得也藉這個機會去嘗試看看 那當然我們這次比賽 有很多不同的參賽者 像是AMG啊 或是說 可能會有麥亞輪等等的一些 其他的長車 那 GT3 好玩的點就是說 我們有MR的車 也有RR的車 也有FR的車 那 他們可以利用BOP的方式 讓大家在 同一個賽事上 做出非常非常接近的單權 這就是GT3的樂趣 那 因為車子有 你像488的引擎是720匹嘛 那 麥亞輪也是 可是你像回到Porsche的時候 GT3 它只有500多匹 所以他想辦法 把大家在彎中的速度跟直線的加速 維持在一個差不多的範圍內 所以就會造成說 你看我們 GT3的其實競爭程度比F1還要激烈 因為你可能一秒內就有十幾二十台車了 可是F1你可能因為車子好 所以一秒內可能才兩三台 或是說三四台 所以 這個差異是 會 縮減很多 所以對車手的 技術考驗也非常大 特別是在 工房的時候 你要去了解說 前後車的優勢是什麼 那 這次我們也希望在 雖然說很短的練習時間中 也希望可以去了解 488GT3這台車的特性 那 雖然說都是跟我們以前開的一樣都是MR 可是 聽說有些地方他 可能會比Nambo來的 略實一點 像是 壓到路岩石 他對彈跳上的支撐 或是說 接受程度來說 聽說沒有那麼好 或是說 可能比較容易推投 或是說 設定上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覺得 這是我們練習中可以去嘗試的 對 OK 這也要到時候我們自由練習才知道 沒錯 OK 那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這次要去比賽 反正我們出去比代表台灣 就是想要拿冠軍 這是一定的 對 然後拿冠軍我們 總是要擊敗其他人 這一次跟我們同場競技有13個國家 對 那這13個國家 因為都分布的職業車手跟業餘車手這樣兩兩一組去搭配 那一凡這是覺得有哪幾個國家的車手是可能是比較威脅性比較有看頭 甚至我們聽說澳洲這邊也是一隊副支檔 這是很特別喔 對 沒錯 在台灣做副支檔去參賽是非常特別的事情 可是澳洲這隊副支檔其實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參賽 因為這個在我17年18年在跑Carrie Cup的時候我就有遇到他們 那個時候他爸爸就有在跑 然後年底的時候 年初啦 隔年的年初我們被邀請去跑澳洲的Buffers 12小時 那時候他爸爸跟他兒子就同一台車再搭配一個職業車手去跑 那他們的成績也相當不錯 他爸也是在這上面為他兒子投資很多 就是為了讓他兒子練車買了V8 Supercar 然後買了貨櫃車什麼有的沒的全部就投資給他讓他去跑 所以相對來說這幾年下來他們的經驗應該非常非常豐富 那19年的試運會他們其實也有跟我們一起跑 那他兒子那時候也非常快 所以其實 強勁的對手 對也算是強勁的對手 那當然副執長不能輸啦 當然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贏 那當然還有像香港 同樣也是亞洲的國家 所以香港的部分我們就有馬七里 馬七里可能老一輩的車手或是說比較資深的一些車迷們 可能也知道 就是李英健 那他在賽事的戰績跟 他的實力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 那他也跟 以前也跟奧迪配合很久 算是亞洲區的算是其中一個長隊車手之一 所以 我相信也是一個很強大的競爭對手 那 其他的像是一些 波蘭阿 或是說瑞士等等的 其實他們在 其他的賽事我有遇過 波蘭的話之前是在Lamborghini的時候 跑同歸賽 他們有世界盃 所以 美國歐洲跟亞洲集結在一起 同時一起比賽 同時一起跑 那時候就有遇過 那他也非常非常快 也都是前幾前幾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他在 這個賽事也是一個很強勁的對手 那 瑞士的部分 他跟我 那個直接車手跟我一樣 就是GT Sprint跟 GT Cup都有跑 所以在兩個賽事上都會遇到 所以 也趁GT Cup有跑的時候 然後也了解一下他的 他的實力跟模式是怎麼樣子 所以 搞不好GT Sprint會給我一些 優勢這樣 聽說這個GT Sprint的參賽車手 全部都是職業的 然後 很多都是場隊車手 就沒有業餘在裡面喔 很硬喔 那這次的車手 我看一下這些 有哪些是我們 其他人應該要關注的嗎 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坦白說啦 對我不太妙 去這邊應該是被處理 因為 一開始是這樣 因為SRO有邀請我去 去跑GT Sprint SRO是市運會主辦單位 沒錯 然後他說 GT Sprint他會有 所有都是職業車手 他坦白就跟我講 可是因為他有很多Silver的車手 就是像我們這種 可能比較年輕 或是說 比較少 在跑賽事的 比賽經驗場次數量比較少 對對對 然後他說 那這個組別人也可以跑 然後 他們也會用Silver的名義去頒獎 所以你假設Silver裡面的車手 是第一 第二第三這樣子去做 然後說 欸不錯啊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然後你現在給我的名單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長隊車手 像澳洲的 Matt Campbell 他就是 寶石捷的長隊車手 千葉的車手 對我相信 有在看各大賽事都會看得到他 然後 Tris Van Thoy 那個比利時的 他就是奧迪的長隊車手 基本上大家都 也都知道 然後 然後德國的 Lukas Stoltz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他是 冰式的長隊車手 DTM 什麼 欸 GTO 全部都有跑 然後再來就是 意大利的 那個 Merkel Bottolotti 他就是 Lamborghini的 場隊 御用車手 他就是 Lamborghini 比任何賽事 需要一個最快的車手 就去找他 喔 對 然後像西班牙的 Daniel Yankidela 他就是 也是冰式的場隊車手 DTM也有跑 GTOC也有跑 Endurance也都有跑 就是 御用車手就對了 然後 土耳其的 這個 HM Griffin 他DTM也有跑 所以基本上他也都是直接撤手 也都非常快 所以這邊去基本上就是去 學習一下 對 那 我覺得輸這些人是應該的 因為他們是每天都在比賽 每天都在跑這台車 每週都在跑這台車 到世界各地到處跑 每一年都是 可是我是因為 隔了三年沒有比賽 然後今年 第一次碰到48G13 就第一次來到Polycard 所以我期望不會放太高 可是我可以幹掉一個算一個 沒有問題 如果被他們幹掉的話 其實是應該的 因為他們的經驗跟他們 對 車子的熟悉 還有對場地的熟悉度 真的 高太多了 所以強度非常非常強 那希望 希望 最少可以幹掉一兩個 對 反正 對啦 有機會 反正也是學習啊 因為這樣子的陣容 其實是非常 彈性量超高 我覺得 作為一個車手 你應該也是蠻興奮的 是啊 其實要同場跟這麼多職業車手 或者說這麼多的場隊車手 一起比賽的機會非常少 很多賽事其實很分散 有些賽事全部都是業餘車手 有些賽事可能就是一兩個職業車手 可是這次 就是 所有代表國家出來的都是 場隊御用的 或是說 場隊第一個派他們出來的那種車手 所以 其實蠻期待的 畢竟代表國家 所以一定都是 挑選出來的經營 不可能 用 用財力的方式去爭取這個位置 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畢竟代表國家 我 實際上來說有懸殊 我相信大家也是會比較 膽怯說 我 用國家的民意去競爭 這樣子 OK 畢竟因為2019年其實 就已經參加過試運會 對 那這其實2022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主辦單位就算延後 現在才第二屆 沒錯 對那 這次畢竟可以 應該說 你有做什麼樣的心境調整 還有上次遇到一些問題啊 這是有什麼特別的嗎 其實上次非常坎坷 因為那時候的天氣非常糟糕 那 上次的特點是 我在 在那前一週我剛好在西班牙 比 年度最終展 在Lamborghini的時候 所以 我一拿到總冠軍 馬上飛去義大利等 隔週就馬上比試運會 那 那時候的天氣就是 狂風暴雨 跟颱風天一樣 所以我們練習其實練得也不多 很多紅旗 很多狀況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跑到幾圈 整個車都不熟 按鈕怎麼按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下場 那當然賽事中 我們因為車輛有一些問題 所以變成說 第一場賽事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完賽 那第二場因為車子 又維修好 所以第二場我們其實有拿到第三名 可是因為就像我們先前說 它只是一個排位賽 所以現在沒有上班陽台 沒有班陽台這種東西 我們就直接往正賽走 那正賽的時候 因為變速箱又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又沒有辦法完賽 所以其實上一次的試運會非常坎坷 那不只是天氣 車的狀況也是 所以 希望這次來說 會比較順利一點 最少天氣跟車輛的情況 可以穩定一些 讓我們可以盡情的去發揮 那跟父親搭檔配合這麼特別的事情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其實是蠻特別的 那因為 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其實並沒有 很執著的往賽車這方面走 一方面是預算的關係 然後一方面是 其實 亞洲人的父母都是以科業為重 所以其實小時候都是說 喔你 你今年成績不錯 那 我暑假就找一趟便宜的賽事 很基礎的東西給你去跑 那 就當作是家庭旅遊一樣 然後我爸也會跟我一起去競爭 所以小時候我們比較多是 以競爭對手的方式去 去 去練習 去玩 對 那因為小時候 對策了解不多 然後也不常在跑比賽 所以 他那個時候比我快 都會被他墊 可是等我長大之後 我開始漸漸的了解 開始有 有抓到那個訣竅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墊他了 然後 然後 現在 終於有機會可以跟他打檔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很特別的機會 那 當然因為 親子之間的準備上來說會比較困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 不管是父親交兒子 還是兒子去 給父親了解一些 建議 或是有一些建議 其實都會有一些摩擦 會有自己的想法 對 所以其實 一開始我們也蠻擔心這個問題 那這次其實 我覺得我們都做得還不錯 就是我們給對方一些空間 讓對方去嘗試自己想嘗試的東西 然後 自己用自己想要去練習的時間去練習 那 體能訓練也是 他有他想要做的 項目或是方法 我們也都不會互相干涉 所以 我覺得這次是蠻期待的 然後 雖然說 壓力也很大 因為 畢竟我父親也蠻久沒有跑比賽了 自從疫情開始之後到現在也沒有比過 所以 我覺得現在的重點是說 當然有好的成績最好 可是 重要的是我希望有一個 很棒的回憶 那我覺得這樣的 回憶跟 在這種國際舞台上展現的方式 我也希望可以帶給台灣的 車圈或是賽車圈 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形象 就是 讓大家瞭解說 其實賽車是一個 職業運動 它不是 像可能大家覺得說 就是像玩戶子弟 就是在隨便花錢這樣 對對對 還是一個很正經很嚴肅 很專業的一件事情 是啊是啊 所以 我們希望可以最少 在這邊給 給所有人留下一個很棒的印象跟回憶 那 或許是日後還有機會 或許是日後沒有機會再繼續搭檔 可是我覺得這次的機會是非常難的 那 當然也希望成績是好的 那這個就是 當然有一部分是運氣的關係 不過我們都會建立 對 沒問題 那也謝謝亦凡今天跟我們分享這些東西 那請大家就是在10月29號跟10月30號 29號晚上應該是大概8點左右 我們會有亦凡跟陳文革陳大哥的這個GT耐力賽的這個直播 對 那因為法國時間好像是差六七個小時 但我們剛剛講的是台灣時間 那 再講一次 10月29號晚上8點 那10月30號 就是會有亦凡的GT Spring短程衝刺賽 那時間比較晚一點 應該是在10點50左右 就是接近半夜了 但還是可以關注一下 對有任何消息可以看 呃 陳亦凡的粉絲專頁 還有車主充電站的粉絲專頁 我們會把一些最新消息 PO上去 啊我們因為會去法國嘛 如果法國沒有錄到一些小短片小影片 就是 呃 生鮮這邊 就是編輯這邊也都是會把資訊放出來 請大家繼續灌輸 然後為台灣加油 希望 這次有一個好的運氣 好的結果 謝謝大家 謝謝